好心你這群打手做就做了專業一點 你個個都留了Ratcon 方死人不會去特地找你們 以前貼了我什麼 那現在讓我玩一玩就宣布了 你說你們是不是很昂貴 相信大家未必知道 話說最近我發現那位荃灣豬肉佳威威 原來背後真的由建華集團打手捧紅 我早就猜到了 那算是最近洗腦我都拍了不少關於荃灣豬肉佳的影片 而在好奇心的居士之下 就令我想更加了解一下 究竟荃灣豬肉威威什麼 他背後那群粉絲又是怎樣的 甚至是幫他開一個粉絲級的管理人又是怎樣的 而經過幾個小時的招勢後 竟然讓我發現 原來一直來有一群所謂的荃灣豬肉佳粉絲 甚至是Facebook的粉絲級的admin 是跟建華集團有關的 那今天就讓我把這群所謂的建華打手捧出來 讓大家知道這位荃灣豬肉佳的爆紅 並不是一場意外那麼簡單 還有最後,我也想藉著這件事 就幫助個人看法 好了,在影片開始前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訂閱、按讚、訂閱、按讚、按讚 我會馬上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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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如果你想要按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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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 一位荃灣豬肉佳是由今年的五月開始爆紅 當時我還記得正正因為這張照片在網上不斷風傳 而令到更多人都開始知道 究竟荃灣豬肉佳是哪一個 而在好奇心驅使之下 我就去找一下究竟這張照片是由誰傳出來的 一個人的Facebook名叫做 Live Sharon 而當我按進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原來他就是幫一位荃灣豬肉開Fans Club的人 而在好奇心驅使之下 我就上網去看看究竟一位Live Sharon是什麽了 只大人吻柔子 一吻居然讓我發現 一位Live Sharon之前在Facebook的Post 都是跟建華集團有關的 收尾吧 其實本身一位Live Sharon 在2020年之前的FacebookPost 都是很正常的 都是說那些飲飲食食 甚至乎是說日常生活的 直到2020年6月4日的時候 他就在Facebook出了這個Post 當中有意無意跟大家分享到 自己想做康城的那間超市 而我上網翻查過在2020年的時候 究竟康城哪一個超市聘請人呢? 最後就被我找到 在2020年6月2日 其實康城有一間叫做 Fresh新鮮生活的這間超市 的確是聘請人的 而這一個所謂的Fresh新鮮生活 就是建華集團旗下的超市 再到來 可能這一位Live Sharon 就真的被這間超市聘請了 之後在Facebook出的Post 都是跟這間建華集團 甚至一間超市有關的 就是在2020年8月19日的時候 一位Live Sharon曾經在兩個群組裡 分享同一個Post 而這Post就是跟Fresh新鮮生活有關的 再到2021年1月26日 不知為何無緣無故分享到 CORNA MIRROR ERA的關注組 就好像有意無意去宣傳建華集團旗下的那間超市 再到之後 繼續去分享同一間超市有關的報章 後來又扮演很興奮地跟大家分享 在那間超市所買到的食物 簡單來說就是間接幫這間超市賣廣告 再到後來更加嘔吳答八道分享的攝影大賽 而大家也看到 這個所謂的攝影大賽又是跟Fresh有關的 到之後又繼續推出這間超市 而到後來更加幫這間超市宣傳的大牌 又說很棒、很吸引 你真是不說 我還以為他一輩子只會去那間超市 但說是遲那是快 正當我繼續看下去時 居然發現他是介紹另一間超市 就是池雲山的一間本灣超市 但正當我上網找找這間本灣超市是甚麼事時 就發現 你這樣嗎?原來都是建華集團 到之後 又繼續推出了在Fresh超市的食物 然後說到我覺得很美味、很棒 再到後來更加分享了一間 新界佬的一段宣傳影片 而這間所謂的新界佬 對呀,你沒猜錯 都是屬於建華集團 收肥吧 後來又分享了一個香港街市聯同Smartphone的合作優惠 而香港街市又是屬於建華集團 到最後 就是一位Live Share王 不知為何無緣無故跟一位廚灣的豬肉佬拍了水源州 放了上網 然後很多人不斷地封場 就令一位豬肉佬一夜成名 然後一位Live Share王更加開設了一個Fans Club 再不斷地討論一位豬肉佬 又做了一些獨有帖子 甚至是搞生日會 除了一位Live Share王之外 其實這個荃灣豬肉佬Fans Club 都是間接宣傳建華集團旗下的超市 又是跟Live Share王的那種做法一樣 還有這位蘇生日 又是不知為何又會無緣無故遇到這位荃灣豬肉佬 然後拍照片 然後就表現得很開心 然後我亦發現 他以往的Fans Club 都是間接宣傳建華集團旗下的超市 所以在中後的訊息所找到的資料 其實我是有理由相信這群人根本就是電話集團的打手 那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真的 怪不得知 哪有可能容得這麼嚴重 而且是突然之間爆紅 我原來就是因為這群人的打手 就是因為他們整天幫你製作話題 搞到網絡上就好像很多人討論這位荃灣豬肉佬 唉可惜 其差一著 即是你們沒想過香港居然有一個Youtuber是可以在街上把這群人挖出來的 沒錯 就是為弟弟我了 不要打我了 我人說話是這麼直的 我人很討厭的 所以你們這群人不用再扮了 明天都知道你找那個傻子出來 然後捧給他幫自己洗底 接著來我就想就這件事分享一些個人看法 就等我告訴大家當中有什麼問題 首先我想說的就是 大哥啊 好心你們這些打手做就做了專業一點 你每個人都留下記錄 就算是人們不會去找你們以前的帖子 那現在給我玩一玩就要宣布了 你說你們是不是很笨 其次了 你說你以往不斷分享一些有關建華集團的帖子 我都算了 我這群人打手推下那些帖子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簡單 你每個帖子跟建華集團有關 就算我不懷疑你 其他人都會懷疑你是見話閘著打手 你那些打手在粉絲中的帽子 可不可以說這麼假? 就像是一位Live Share狼的帽子 說到去荃灣找一個豬肉佬買豬肉 然後一個豬肉佬送一束花給你 但我真的想說 大哥 一個豬肉佬 我怎會無緣無故帶一枝花旁身 然後好像特意送給你 那你不相信吧 你就試試下樓下街市 問豬肉佬有沒有一枝花送給你 所以這些店舖就像大陸的抖音片 好像夾好,特意做一場戲 我只能夠說一句 人做打手,你做打手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做救王狗狗? 第二我想說就是 我看到很多粉絲都不斷讚一位 因為荃灣豬肉佬說他是暖男、很孝順、愛家、愛妻 甚至乎懂得煮食、很男人 但我想說就是 由我上一段影片跟大家說 他背後有一群製作團隊幫他搞一些社交平台 甚至捧紅他 再到現在又讓我知道 原來背後還有一大群打手捧紅他 還有最後就是他最近不斷傳出 以前入社會做過傳銷或塵、會銷售 甚至是疑似罵過Anson Lo 以及罵過Hardae的一些行為 我覺得你們這群粉絲所見到螢幕前的 荃灣豬肉佬 就只不過是一個人切 也就是說是他背後的那間公司 刻意塑造這個形象給你們了解他 閉嘴吧 所以在這裡真的要告訴你這群司律師 就讓你這群人有心理準備 當他日如果這群荃灣豬肉佬 真的沒有你預期這麼好的話 起碼也不會太失望 最後第三就是 南少爺和大家說 就是有一群打手捧紅這群荃豬肉佬 但老實說一句 如果你問我究竟他那群粉絲 是不是全部都是打手 那我就真的不敢苟同 因為這群荃豬肉佬劉宋威 就真的連我媽媽都知道他是誰 誇張一點說一句 就連我媽媽那些阿姨都是他的粉絲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他真的有一群粉絲支持他去捧他 而這條影片主要從第一就是 這位荃灣豬肉佬之所以爆紅 絕對不是一個意外 而是一個人為 OK 那今天就到這裡 在這件事上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我好像很針對這位荃灣豬肉佬 但老實說 其實我對他真的沒什麼 而我所針對的 一直都是他背後的那個劍畫集團 如果大家到現在都不知道劍畫集團是什麼 都不妨可以看我這條影片 重溫一下究竟劍畫集團以往怎樣對待香港人 OK 那最後不知道大家這件事要怎樣看呢 有興趣的觀眾亦不放下朋友給大家分享 那沒那麼多一句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請記得按LIKE CHECK 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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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 他送了一排的啤酒給我 那現在就跟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啤酒 那它啤酒真的蠻特別的 當中就包括這個鐵觀音味 鹹鈴味 嘩真的聽都沒聽過 還有這個麻辣味 還有一塊的味道 哦!抹味的 那我先試一下麻辣吧 OK的 我覺得想像中更加容易入口 我初時還以為麻辣啤酒是喝下去 然後會立即想咳嗽 但反而這個啤酒就不會完結 我覺得挺好喝的 就連我一個不是說要喝啤酒的人 都很好喝的 嗯 最後就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香港的本地品牌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不妨可以去他們的IG 追蹤一下他們 看看他們有什麼最新的產品 以至可以去他們的官網 看看他們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是否可以的 OK 先走了 拜拜